那你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印象 台湾吗 都可以讲啊 因为我知道你年轻嘛 说句实话啊 很多人都说台湾很落后 但是我不知道台湾到底 比内地要落后在哪里 台湾的女生我觉得应该 挺 怎么说 给人的感觉就是会 还是怎么样的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节目的百六 那我人啊 现在在上海的北外滩这边 这边除了可以看到 非常华丽的现代建筑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这个 经典的上海万国建筑 那今天还想在这边 来问问看这边的路人们 对于台湾的好感度 还有印象 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你们有听出来 我的口音是哪里的吗 肯定比浙江还要难 对吧 广东福建那边 很接近了 是香港还是 感觉像台湾的 哈 台湾 台湾 你们是那个台湾的吗 听出来了 口音蛮明显 对因为我接触过福建的人 福建人的 他的口音也是类似于这种 因为台湾很多 也都是出现过去 对的对的 接触过台湾人吗 没有 其实人都蛮友善的 你有遇过台湾人吗 呃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网路上遇到也可以讲 可能 可能不好的信息都 都被屏蔽了 对 所以可能遇到都是好的 就比较好的一些言论 那你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印象 台湾吗 都可以讲 因为我知道你年轻 年轻人 台湾的印象 说句实话 很多人都说台湾很落后 但是我不知道 台湾到底比内地要落后的哪里 但是台湾肯定有自己的一个 人情味肯定也有 说实话 挺想去台湾看看的 但是 没这个机会 我妈去台湾旅游过 还是在 我很小的时候去台湾旅游过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没到那边玩过嘛 所以就 那个没啥子 他那个 之前去台湾旅游过 还带了很多水果回来 都可以说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说 不用别的 我 我姓台 台湾的台湾 你姓台 这么特别的姓氏 真的真的 我真的姓台 那对台湾是什么感觉 我比较喜欢 骑摩托车之间 然后觉得台湾的机车 比较 哎 好多的是那种 大陆这边 内陆这边是没有的 觉得还是 比较向往那边的一个氛围 包括年轻人 我觉得是想可能开放一点 比我们这边 就是说 接受 欧美而日本的文化 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可以去女游玩 对 我也没去过 比较希望去的 有机会我可以去那边 去女游玩玩 我想去喝那边 四碗奶茶 四碗奶茶 不是 不是 是香港 台湾的是珍珠奶茶 哦 就是奶茶 反正就是奶茶嘛 对吧 是的是的 加粉丝 台湾的珍珠奶茶 台湾珍珠奶茶我听过 确实好像他们说 跟内地的有点不一样 对台湾有什么印象 台湾 哎呀 反正 两岸一家亲 对我的感觉 就因为从小学的就是 两岸都是同胞嘛 因为我之前 我看那些视频 就是说 之前有一些 打仗的那些老兵 有些还在那边 还不能过来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之后统一了 或者怎么样 还是希望 两岸都能 相互来往 更加密切一点 然后他们 对 有好晚来 他们也能回到这边 来看看他们的老家的 亲人那些 那讲到台湾 您对台湾好感度好不好 好感度我没去过 这不好评价 对台湾的好感度 满分十分的话是几分 七八分吧 七八分 因为大部分的了解 都是来自于互联网 然后还有课本那些 实际上我还没有接触过台湾人 那七到八分少的这二到三分是在 有在网络上 有在网络上 那些要到以后去到台湾那里 然后感受一下才能表那个什么 感受出来 保留一个实事求是的 对对对 是的 台湾的现在目前就遇见过你一个 真的吗 因为就算其他有 我也不知道 因为人家也不会主动的来说 他是哪里哪里的人嘛 但是台湾的女生我觉得应该挺OK的 怎么说 女生应该讲话 各种应该这边的男孩子 或者什么的 应该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喜欢台湾女生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会撒娇 还是怎么样的 对于台湾的好感度 好感度 满分十分的话也给七分 给七分吧 七分 对 另外三分就是 他在一个一些台独的人身上 我兄弟是当兵的 他基本上就是有出过任务去福建那边 所以我说这个生命可贵嘛 还是希望和平统一 对 我觉得台独还是一个很可恨的 确实 他们还有一些人还想撕裂我们的国家 还想挑起我们的战争嘛 那你有在网络上遇过一些台湾人 台湾人吗 没有 但是我在学校当中遇到过 相处起来 相处起来 我很喜欢他们的口音啊 他们的口音会带动我的口音 基本上很多时候 你说会被带 对对对会被带动一点 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口音就很可爱 很好听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那种比较 比较奇怪的台湾人 对 因为其实你刚给的也是蛮精准的 三分嘛 那些人其实在台湾也不是多 你说的台湾也不多 对对对 就大部分人我相信还是比较 希望两边可以和平交易 对的对的 那对于两岸你有什么想法 呃 都可以讲很real 我知道 我感觉你蛮real的 当然了这个东西 这东西肯定是双方 在一定的层面上谈人聊的 如果有机会到台湾的话 你有没有想去玩 或想吃的东西 我听说最近好像签证的问题 应该是那个 对好像限制的比较严 吃了可能到那边再看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计划 就可能突然放宽了 然后就说反正没事情去 基本上就像大家上走走其实蛮好的 就是因为毕竟还是不同的一个环境 想去哪里的话 肯定首先肯定是去你们台北看看 然后还有一个高雄 因为高雄 最近谁啊 五月天 在那边看演唱会 因为我对五月天也是比较想看的 对于台湾还有什么人物 如果讲到台湾讲到什么人物 马英九 最近那个很火的会软晶天 有看吗 看了看 听好看 还有知道一个就是摩托车的一个博主 叫小饼 他是台湾人 所以说大概就知道这几个吧 讲到台湾话你想到什么人 周杰伦啊 哎呦知道周杰伦是台湾人 是是是周杰伦 因为我抢到了福州野上位的门票 真的假的 对的我抢到了 哇塞 还羡慕了 我都还没有看这一次嘉年华训演 他讲到台湾话 你会想到什么人物吗 其实听的歌表 谁 对 陶泽 周杰伦 然后 我抢到门票了 陶泽 对我抢到门票了 欢迎大家5月19号 各位一起 跟你一起 去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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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讲到台湾会想到啥呢 都可以讲哦 主国大陆 OK 我也不知道 你们有在网路上遇过台湾人吗 网路上 网路上没有 就是评论区啊什么的 没有 没有遇过台湾人吗 没有 哦 那你们对于台湾的 知道东西的来源是来自于 知道关于台湾方面的一些事情啊 或者说是 不知道那边什么事情 新闻啊 对就新闻上看到过台湾 然后 看到了啥 没没看到 哈哈 那边也比较繁华 有机会一定要去 欢迎欢迎 那如果 最后因为我观众也很多台湾朋友嘛 啊 想跟台湾朋友打个招呼 我讲个话 欢迎大家来大陆玩 希望就是旅游 签证的话 还是放开比较好 因为这 结果我没来过 对对对 从新疆过来的 新疆 哦 是台湾来的 哦 那你对台湾的印象可以分享一下 台湾 呃 人都挺温柔的 说话都很温柔很亲切 我觉得 你是来自新疆哪里啊 新疆北疆的 北疆什么好吃的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大盆鸡 然后 姜麻鸡 姜麻鸡 还有那个拌面 贵油肉拌面 都挺好吃的 好玩的点 跟大家推荐 好玩的就自然景气比较多 就跟这边比较截然相反 一年四季都 荷武村可以去 然后草原的话 娜达提 巴映布鲁克也可以去 塞里木湖 太多了推荐不玩 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景观比较丰富 推荐大家去